大家好,我是伯伯 这期视频主要就是一期祝贺视频 因为最近过了十一之后的这一周 我这里频频传来会员同学们的好消息 关注我的同学们,看我的动态 也能够感受到和看到的一些东西 很多会员同学十一过后都拿到了签误的offer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梯队 那最牛的一批是学历最高,能力非常强的这一批孩子 offer几乎就是拿到了手软 都是什么研究所、大厂、国企、央企这一类的好企业 年薪甚至有能达到40W的 这是非常非常高了 这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中级工程师的收入了 未来不可限量 那第二梯队同学也是能拿到两三个offer 年薪在二十三十左右 也非常不错 作为刚入行的初级工程师 这是非常过硬的 并且行业选择的也不错 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些行业 第三梯队的一般都能拿到一个offer 企业规模薪资会稍少一些 行业也比第二梯队略有逊色 但是结合这些同学的学历和能力 也说得过去 因为这个年纪人 能拿到对等水平的offer 能入行 也算是感谢苍天了 整体来看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在这里祝贺大家 那这也给我们后续的其他会员同学一些期望 至少咱欠用式领域问题不大 还能照得住 没像网上造谣的那么不堪 说欠用式完了之类的 那正在学习和明年找工作的同学 看到这期视频呢 你们也把心放在肚子里 因为一两年两三年 这不会差别很大的 只要你们努力积累 就会有相应的回报 从这些找到工作的同学们身上 也非常的明显能够体现到这一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那不过我呢 作为指导你们签入式的老工程师 我也做好辅助工作 对第一题的人才啊 一般都是提供相应的信息 一共选择 因为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了啊 对第二题的人才呢 那就是给出相应的信息和建议 甚至是一些指导 说明一些找工作啊 求职啊 简历啊 要注意的地方等等 对于其他再稍微逊色的一些同学呢 那就是彻底带你们飞了 带你们学习内容 学习方法 简历啊 规划这些 但无论如何 咱在200米啊 的嵌入式指导服务 都是给大家打好辅助 就像我们打游戏似的 给大家插好眼 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指导 关键还是得看大家自己的努力 不过我要在这里劝大家一句 就是不要放松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学 知道了学哪些内容 然后知道了要出去的地方 结果你自己不用心 那你是不祸祸自己的吗 时间不懂人 你早学完之后你再玩 他总比你玩完之后 你再补救强啊 对不对 那最后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求招胜利 这里插一句啊 想从事嵌入式开发 迷茫的同学可以关注我的动态 或者视频上文字 加倍差进入嵌入式会员指导服务 目前已解决很多同学的学习 入行发展才拿问题了 尤其是随着会员越来越多 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啊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那好啊 在最后再次祝贺 祝贺这些会员同学们啊 你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是未来还有很长道路啊 至少大家可以先暂时歇一歇了啊 好好玩一玩 那我们下期再见